有你幸福 共祝花团尽足 好 幸福 好 达恩老师 达恩天地 达恩医院长给招致机会 再次可以跟大家分享 各位家人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开心 其实我们家算多是善言 因为招致从结婚开始 应该就是算投资的话 算投资既有果 就是一路一直攀升 以前因为是在比较 比较没有很爱很圆满的家庭长大 所以第一次有这么爱我们的人 所以当然招致也是回馈很多很多满满的爱 那招致跟仙仙 其实两个以前都是在一个 比较贫乏的一个家庭长大 所以很珍惜彼此的一个相聚 所以我们结婚过后呢 他还努力工作呢 那招致就很努力存钱这样子 所以在生了三个小孩子 也是很棒的一个因缘 所以三个小孩子 其实都还蛮懂事 还独立的 那招致以前其实没有想过说 这个是难得的因缘 那在我们智慧还没有很记足的时候 还是会挑剔喔 就会一直 因为 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 应该是太顺境了吧 那太顺境就没有一点涟漪 就会自己就会自找一些事情 来让自己有那个起伏 可能就这样比较有有什么 对就是常常就会有一些事情 你就会就会比较执着 那因为执着一阵子就变成 小孩子有时候他们就会敢怒不敢言 就是后面的他们做他们的 可是前面他不会顶妈妈 那时候招致也不太知道他们是怎样 那后来了解以后呢 就会 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只要是我们的生日啊 节日他们一定都是 花了很多的一些心思啊 帮我们固执啊 就是弄得很温馨啊 那招致一直在想说 可能自己也不够浪漫 那这一点都不懂 就像比如呢 因为招致的先生不浪漫 自己不浪漫 所以嫁的先生也不浪漫 比如呢结婚季任日啊 他从来不会表示 那小孩子就会教他说 你去买个玫瑰花 他说怎么买啊 身上没钱啊 钱都趁你妈妈来 这样子是最浪漫的 对 钱都给你了 好浪漫喔 结果结果小孩子拿钱给他去 他买一根 买一根玫瑰花 对啊 结果他也不会拿 他也不好意思啊 他说你怎么拿给妈妈呢 有啊 放在桌子啊 不敢拿 就是我们家就是这么的可爱 虽然说大家不会表达爱 可是每一个人都是爱的对方 那想要分享一下说 我们家为什么会这么的快乐 我发现说可能 真的是我们有结善人吧 那 哇 不想要怎么分享 我们家的那一种快乐 我再想说分享一下 我这几天的感受好不好 因为我们家真的是很棒 感恩导师的一个祝福 叫做感恩天地的一个恩者啊 真的如果不是天地的爱一直在啊 那凭我们自己这样凡人 死好死坏的情绪 真的很难很难招架 这样子很多的 所以一切呢 还是要回到一种感恩啊 感恩真的是 那招智发现说 要上24和25的一个课程之前呢 因为好像有一次啊 就是实力不太正啊 结果右手这里啊 就有一点哇 这里很痛 就有一点应该是算 也不是五时间 就有点像类似五时间 就可以挤到这里 好像挤到这里而已 哇 怎么会这样子 在接下来很忙耶 那很妙喔 平常这样子都会痛好几天 那因为招智还自己会有一点东西啊 那加上自己的步骤一二三啊 一天就好了 那在上音乐会 不是25号的之前 这里又有一条肌 因为以前常常坐骨神经会痛 奇怪他又起来了 这里又一直痛 所以那一天也是有一点一样 我不是跌倒 就有一点拖着 就半拖 也没有到很严重 结果很妙的 二十号回来 这次有一个感觉 每次啊 上六月十二月回来 就会累 好像那几天就会 自己灵魂很想睡觉 就会有两三天 这次缩短喔 这次是整个前程精神很保暖 可能是自己告诉自己说 一定不能睡 所以灵魂就听话了 都没有睡 结果回来就发现有点累 那昨天的基因会回来想说 好给自己一点时间 就上床稍微满眠一下 哎 起来全部都好了 那朝日一直在感恩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说 碰到一些劲啊 因为我们以前很少去注意这些 就很快 很快就转还了 那我们不知道 以前就想说 那度后 真的现在才感动说 真的就是导师的一个祝福 我们真的在二十五号 这样子的一个感动 真的每一个人 回来我们昨天经历很多人分享 都好感动 每个人都得到很多的礼物 那刚刚又有听到同学在讲他说 他也得到礼物 那导师一直在讲说 我们只要真心真意 把一些红尘外衣先脱掉 那有人听不懂说 红尘外衣怎么脱 哪有可能脱 他意思说 一些烦恼一些事情 你先把它放开 因为当你的执着 因为就是执着 你的执着 你的自我的认知没有放掉的话 那个导师的那个清流啊 放下来真的会痛 当时的儿子说 妈妈 第一个心法和第二个心法 心脏好痛喔 肩膀也好痛 第三个心法就好了 我说你终于知道了 你就是很硬喔 因为他以前也有吃一些冰 有伤到那个人 人家他也说点八卦你知道吗 所以他可能就是那边 就他自己也有感觉 他说可是第三个心法就不会痛了 我说你现在知道喔 人家那个心法是多么多么的那一种 他就是一个物质 不是说你看不到他就是没有 他说嗯 我这次我终于体会到了 所以在超马里面 真的是很多很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有你静下来细细的去品味 因为以前常常我身体方面 就是常觉得说痛已经痛习惯了 那好也好习惯就常常忘记 那这一次是真的自己很有感觉说 哇那个速度的那种复养 好像就非常非常的快 像有的人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点 本来是可以好 他会变发炎发浓到最后就很严重 欸有的人是已经发浓很快就复养 其实所有一切招之终于懂就是能量 所以老师告诉我们 现在就是要秒秒在一个正速的一个能量里面 当然你所有不管是你的生活劲 还是你的所有的硬气啊 所有的一些身体我发现都会这样子快速 因为能量都是快速更新 像这一秒 而不是说你未来要几天 几年千万人不是 老师说就是在当下 超市终于懂了感恩导师的教导 感恩印象一再的这样子 要视线跟我们看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们很有福气 感恩大家的聆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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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